山西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之一 从旧石器时代发端 历经摇顺雨 夏商周 数千年的眼镜 到晋国和三晋时期 已经形成有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显著特征 秦汉以来 山西作为边关要塞 为历代君王所重视 三晋大帝也成为中原华夏族 与北方各民族文化交汇的天然通道 见证了优远壮美的民族人和历史 也寄托着无数华夏儿女的不老乡愁 坚守并绪的博大胸襟令山西历史文化更加多姿多彩 烦烂灵灵烂 no 至乔烂灰 灰热灰 山西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博物馆 是东方艺术的宝库 人节地灵底蕴深厚 五千年的文明积淀 如汇于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 道德山西才知华夏 俯瞰山西版图 这枚写满文明密码的枝叶上 飞夷之花同样岔子烟红 繁华似简 中华老四号的传承 世代皆绪生生不息 民歌之海洋戏曲之故乡 山西这两张靓丽的文化名片 更是将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 远波四方 推动云钢学研究走向世界 创建文物保护利用 改革示范区 实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 打造中国文化传承洪阳展示示范区 三进文化 唤发新时代光彩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